挂心强震后灾民的情形 纽西兰慈濟志工搭上直升机 要从基督城前进重灾区 现在我们要往凯库拉重灾区前进 要去发放限制卡 协助这些灾民重建家园 俯瞰山城 山坡滑动 烟色湖星辰 利福特山 冬天的滑雪圣地已经全变了样 居民出入仅有单线道路 原本兼过的家园也无法再居住 所以志工背心前来 市长温森达利亲自来迎接 灾民大多安置在利福特山庄 简单的发放仪式意义却不同 尤其是在耶旦节前夕 完成第一场发放 随即前往海边小镇库凯拉 知名的赏金景点 淡地震后海床升高 船只无法靠岸 正名的深境陷入困境 独居的琳达诉说自己的无奈和恐惧 当得知志工送来的是一笔现金 难掩激动情绪 这是地震发生以来 灾民收到的最实质的帮助 陪同的市长要把最美的凯库拉 送给次义志工 冰房局代表则是一路捧着上人法相 让志工能够安心发放 一天两场共发放250张价值500元纽币的限制卡 期待及时的援助 让他们重建家园的脚步能够再跨一点 在新闻最美职工现宜中张立真 张文德纽约报道